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沒有錯 這幾年 德國的行程越來越多 除了純德之外 還有德瑞 德奧德 我想德國呢 它是一個很值得去的地方 因為它除了文化 人文部分 它還有工業 還有很多美景 所以呢 會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去 那我們公司呢 就有光是德國 純德的部分 我們有10天 有北德12天 有這個金華13天 15天 還有今年剛推出來的 德國全嵐18天 這就是我們純德的行程 因為你們都是專門做德國 是 我這樣子想 我想旅遊這個行程的部分 沒有所謂獨家的 就是看我們在整個安排上面 是不是很順 然後我們的旅館的部分 是不是都位於市中心 讓大家這個在旅遊的同時 能享受到旅館的便利性 而不是說住在郊外 然後餐食的部分也是經過我們十幾年來 我們不停地修正再修正 所以很多人到德國去 這個德國的湯很鮮 沒有辦法入口 我們也常常跟德國的餐廳反應 不要放言 不要放言 每一次都要叮嚀 那到最後呢 它真的就不放言了 所以非常適合我們國人去 那德國的餐其實事實上 跟我們台灣非常的契合 大概很多人以為 德國只有豬腳還香腸 但事實上並不是 從我們這次這個美食團來講 就知道了 所以德國有很多的 很不錯的這個餐點可以享用的 所以我們的行程呢 是綜合所有的過去的經驗 不停地修正 一直到今天 我不敢說是百分之一百 不過大概我們的滿意度 都在九成以上了 所以這也是我們感到很欣慰的地方 你剛剛提到美食團 你要不要特別講一下美食的部分 OK 我們美食團當然是從 就去年跟溫德的Michael合組的這個美食團 我們去 最重要的 我們有去到兩個米其林餐廳 有一個餐廳呢 其實我的印象非常不錯 因為它是位於這個 德國南部黑森林裡面 這個主廚呢是德國三星有 所謂德國米其林教父之稱 這個比一般人想要去約到 要去訂一餐 可能都好幾一兩年前 然後我們的團是 除了是想用他的 經過Michael的安排 除了我們去 想用他的餐點之外 我們還住到他的飯店裡 這個一般旅行社 包括我們都有點困難 另外呢 他又安排了一個 米其林一新的餐廳 也是包括他的古堡的飯店 這個是一個叫Mr. Love 很有名 他是德國的這個電視民主廚 好名廚 所以我們光是這兩點 大家都一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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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早上學 去德國當然早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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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德國當然早上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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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德國當然要早上選 去德國當然早上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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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德國一定早上選 去德國一定早上選 謝謝 很希望來跟你們一起合作 謝謝 不過Tony他也是一般的德國 我覺得那個 做德國的那個 Triple也不選擇 這是一個小小的一個Niche Park 跟我們做麵包一樣的那個餐廳 我們的味道都是有德國的觀眾的味道 很多台灣的別的麵包店 還有德國的餐廳 他們都是改做甜的 做軟的 改內生加台灣的口感的改變的 我們也在吃我們德國的味道 我們的市場跟市場 市場跟土耐藥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都是很普遍的 所以我都喜歡德國 不是太多香綿啦 還有喜歡台灣 喜歡多一點 好 你可以啊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Michael 獎金 或者是有一些優惠的活動 這都是我們精心策劃的一個瓜瓜檯 然後萬元的紅包 因為今年是20週年 我們很直接的就收20萬出去 收20萬 從3月開始到12月 每一個月 只要是有參團報名的 他們都可以直接上網去登記 然後我們在每一個月 會抽兩名 各一萬 就是當零用金也好 當紅包也好 就是很感謝我們的客人 這麼多年來支持我們 然後就愛護我們 然後有很多朋友 一直介紹一些客戶給我們 所以這是我們今年提供的一個萬元的紅包 那最後呢就是溫德 溫德的這個禮券 那今年只要是蜜月的 要度蜜月的這個新人 我們兩位我們會送他一千塊的溫德的禮券 當他呢在回國之後呢 還可以你找個時間 到溫德這邊來用個餐 然後再去過德國的一些回憶 然後呢 讓他們能夠在這邊享用 MICHAEL這邊主持安排的一些餐點 這是這四樣 然後有一個當然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特派員 這個特派員呢 是我們今年享 能夠招待 就是有沒有說招待 就是誰對德國有興趣 或者是很有熱情 我們希望他拍30秒到3分鐘以內的一個片子給我們 然後呢 直接上網 那我們也會經過這個網站的投票 投出這個人氣獎 所以呢 他如果最後獲選 當然我們會請他 在可能在參加我們11月或12月的聖誕四集這個特派員 那另外我們也提供了這REMOVA的這個登機箱 就是到時候我們在4月底截止之後 再到6月 這中間呢 我們會 就是看誰的票數按讚最多 我們就會選出一位 來得到這個REMOVA的登機箱 那另外呢 這好友商品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週中 也都會抽出溫秀的電影票 這就是 今年 這個 很特別安排 因為20週年 我們也跟這個 德國在台協會一起合辦的 這個 德國的旅遊的特派員的選拔 然後到6月底之前 我們會再 再來協會 然後呢 透過一個 面試 從這10位 選出最後的一位 擔任這個 也是類似 親善大使的這個任務 這就是我們今年的 一個很大型的活動 大概每一年 我們到的年底 我們都有一個攝影比賽 各位看一下 就是今年 20週年 也是我們第11屆的攝影比賽 的一個頒獎 那 很多的朋友到德國 他們都會留下很多的回憶 這是我們歷屆的一些畫面 就是頒獎給你的時候 我們跟我們的客戶 同樂 希望呢 大家都能夠 在這個場合裡面 大家 把過去 一起同遊德國的團員找回來 分享照片 分享一些經驗 樂趣 然後跟領隊的一些互動 這我們一直持續的在做 所以 今年呢 因為是29年 我們還會擴大的群星 這個活動 把這個週年慶跟 順利之戰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想 這是一個 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也是一個我們所謂的 剛剛講的理程 希望今年的活動 都辦得很好 但 我想 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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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